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我們就同大家睇睇疫情上的資訊先, 在今早澳門這邊就發現到有新的確診出現了, 免隔離出關的政策又再一次收緊了, 以及今早學校方面又再次緊急停貨, 在今時間才說停貨,我相信對那些跨境學童都會有大影響, 大家都知,你們上學都會提早出門口, 更何況是跨境學童和現在的政策是來澳門不用隔離, 但出境就要,所以由於在通關政策不對等的情況下, 才會出現今次這件事,我都真好想知那些學童現在怎算, 有些可能父母還在大陸,只有他們自己來澳門, 不通叫他們自己要找酒店住嗎? 如果真是沒地方住的,沒辦法的話, 都可能要等父母下來澳門接應他們。 教清局方面就說已經聯繫了各家學校了解跨境學生的情況和住宿需要, 學生如果在澳門沒住所就可以考慮去親友家站住, 盡快作出安排。 另外,教清局就說現在與各個相關部門協調聯絡去組織入住的場所, 如果有需要支援的學生, 就要盡快向報讀的學校報道和登記, 和方便局方收集數據作出妥善安排。 他上邊有講得輕鬆,如果沒有親朋戚友那些怎麼辦呢?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友好, 今次事件我覺得都真麻煩, 到底政府方面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呢? 我們一起拭目以待看, 看看政府做到什麼,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